大廈管理公司是一個利潤頗高的一個行業 而在法例下居民要解除這個管理公司的合約是相當困難的 一個法例定下的門檻是相當高的 我不知道局長有沒有知道 其實很多居民都向我們立法會議員投訴 就是說因為管理公司它的特別位置 很多時候都利用它的權力去妨礙居民 是為了解除這個管理公司的合約 作出種種的通訊甚至乎是影響他們的投票的取向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是存在一個利益的衝突的 我想局長可能你最近也有看到報紙 其實有很多法團他們一而再再而三 都不可以解除這個管理公司的合約 雖然他們在處理很多特別的財政問題上出現很多問題 我想問局長就是第一我不知道他了不了解這個問題的存在 第二就是在設立這個法牌制度之下 其實會不會考慮訂立一些指引 要求這些管理公司不要濫用他們的職權 去妨礙居民去動議解除他們的合約 主席 主席 湯議員所提出的這類問題 我們都可以在公眾諮詢的期間裡考慮 我們的確是知道有一些比較大的屋苑 由於它的公契裡已經比原本一個比較大的發展商 所以他們還在掌握住 所以繼續他們處理大廈的屋苑的管理 我們準備在公眾諮詢的時候 如果我們引入這個強制的法牌制度 裡面也應該有一定的專業的措手在裡面 這些都是我們考慮的問題 主席,我不太明白局長會否提出指引 局長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都會在公眾諮詢中做這個考慮 奉件基於 大致